一定有选举行情 不管怎么说 执政党会把钱通通丢进去撑股市 2020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倒数 民众期待选举行情 替台股涨势再添活水 而推幅基金也公告 108年度200亿元委外代操评选 由安联 富华 国泰及野村私家投信夺标 每家将分配50亿元 目标报酬率上看6.5% 加上已可可但未拨款的代操资金 合计620亿元 由万卫台股多头涨势在天里多 营造这个所谓的选举行情也好 或者说封关的这个行情 我相信当然是有机会 尤其是这一次又积极的释出一些 委外代操的资金 那么当然对于一些全资股 包括像今年以来相对比较强势的半导体 或者是落后的这个集团传产股 那么传产这边过去的历史经验 12月份上涨几率是非常高的 不只退辅基金银弹力拱台股向上挑战 法人也看好随着外资夜旦放假去 投信自营商集团股将配合融资及当充的内资 活水进场 由三资带动的年底多头反攻值得期待 而在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新高下 激励台股周一开盘小涨 台积电只稳盘中上涨3元 推升台股占回万二关卡 不过在大力光与鸿海等大型个股 由红翻黑下 抑制台股上工力道呈现震荡盘整格局 不管是工股基金这边的一个推升 或者是传产股这边的一个年底作涨 我们看到包括杯电子这边也占上年线 过去的历史经验像台硕市保 或者市员亚东集团 甚至在一些原物料的一个钢铁集团 跟水泥集团 这其实都有一些作涨的效应 台股涨市热得发烫 不过央行 中研院 元大宝华 中金院四大机构同步市井 明年景气 不如今年台股涨市 持续创高恐怕是无稽之谈 央行更点出 本年上市贵公司获利不如去年 将影响明年现金股利发放 提醒投资人居高思维 是该落代为安 还是持续加码 也考验着投资者的决策能力